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你不要忘記 女孩子 長了四年 貼不住很難 因為從何師傅來說 他就說自己在過去四年 甚至準備比東澳還好之前 但是昨天其實真的是 頭三四名都真的是 所以今天我們不因人而廢然 王敏昭 這個榮仲的會長 畢竟是匯家寺 短途爆炸力的賽事 每一個 動作 包括在水中的動作 跳水 轉身 觸詞 其實就已經影響了 其實昨天也是 很圓滿 發揮一日 52.33 其實也是一個很快的時間 至於祖師堂 我們沒有為意他 沒有為意他 因為他平術也是這樣說的 其實我們就不斷集中了在臨美沖線的時候 集中了在 因為他上面是一個Leader 集中了在 何師傅和美國選手第3位 誰知道臨美最後一項就爆炸了 這個祖師堂 其實就不奇怪 看看背景 祖師堂本身 還是這個項目的世界記錄保持者 50米的短詞的實紀紀錄 被何師傅打破了 但是其實 何師傅和我原來是 熟的朋友 也是何師傅的偶像 但是你說到30歲還可以有這個爆炸力 講求爆炸力的 短途 短詞 就真的很難得 你看到那個200米的 何師傅的那個 澳洲那個怪獸 0.01而已 明顯他專項是200-400 即是 爆炸力可能就是沒有 何師傅就是差 其實 都是 更加紫色的 當然 我們有些人就會串 有些網友串 黃敏昭說有些遺憾 我覺得 他覺得 他可以的 去讚賞 何師傅的 發揮 但是有些遺憾 我不要用遺憾 有些 有些不值得 再快點就好了 但是 我其實對輸贏 不是看得很重的 當然贏了 中國人看得很重 隨著那個年紀 不是輸贏 有些運動的東西 你真的發揮到 我剛才說了 發揮到你自己的 練習到的成果 有些沒辦法 強中就自有強中手 亦都不存在有什麼 不值 你說 有些黑哨 判決很離譜 如果不是 有些沒辦法 遺憾是遺憾 為什麼泳總 港協是這些廢柴當道 還要是繼續廢柴當道 我覺得 就算 再做功夫下去 在未來一定很長的時間 你也不要 指望 在這一方面有什麼改變 一個大局也沒有改變 這些就很難改變 我不排除港協企奧委會 或者 這些 運動的 熟會或者總會 有沒有有心人呢 我肯定有的 這方面肯定有的 但是 等於香港 特區政府 的官員或者公務員 有沒有有心人呢 肯定有 大格局 就很難改變 有幾個這樣 就已經搞定你了 今天 江文匯又回來了 他說要做一個基金 希望他真的會做到那個基金 不過我 真的覺得他都很得體 但是他覺得 香港做運動員很幸福 你也很幸福 說真的 看看他怎麼看 有一些明明有得很成績 但是因為制度 不可以你對香港 老實說 這是他個人感覺 或者現在贏了 那麼多香港人 很開心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 但是老實說 資源就是有限的 事實上 也都是想過 你叫我們給了一些 我們那些 也都未必做得到 或是未必人敢做 但是 起碼 在選拔的過程 是否可以公道一點呢 其他我都不說了 你看 澳洲說澳洲 上街 200米自由運冠軍 選拔賽失了手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你沒有辦法的 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也會救病的 好像這次英格蘭 帶蘇爾過去 最後兩場 最後一場才能出 我今天要帶他過去 最後也能出賭 表現得不錯 但是 有些賽事 明明是沒有那麼好的 不過不要緊 你一探下去 原來又是 誰是誰的侄 誰是誰的侄 那你就沒有人了 好 我們馬上說一些新聞 不要那麼長 今晚 在往後香港 我也希望會有好表現 其他 其他項目 但是 單車 風範也可能 看看今晚是怎樣 看看有沒有機會打到 Final Final再練 我之前沒有看 糟糕了 我剛才記住了我的名字 我沒有寫下 但現在忘記了 真是壞 他好像有一個站第一 還沒有過前十 就是那麼多站 你知道風範 風範我們什麼時候會看呢 1996年 之前懂得看 其實有時候真的不重要 你可以全部都沒贏過 一個站都沒贏過 你都可以拿冠軍 通常就只有頭尾 計算 平均 Light Curve 最好成績的 就是Ranking 簡單來說 騎士邀請賽 你可以 四場五場 假如有四場五場的話 長蟲都爬第三 第二 第六 第三 第二 總分 就很高了 看看有沒有機會 今天 我也不知道 這麼多儀器 突然間 沒辦法 也是 歷史的必然 廣九直通車 就是以前 九廣鐵路 如果以前 我們最熟的那個 紅磡灣到廣州那個 今天 國家海關總署 昨天公佈 即日在關閉 北京西站 上海站 廣州 和東莞 四個 大陸和香港跨境 土族列車 城祭 通車的口岸 那邊關了 香港就不能走 看回九廣鐵路 1813年 我小時候也不會回大陸 當然沒有回到大陸 但如果你看到以前的劇 比如看《島勝》 電影 《島勝》 也是 九廣鐵路下來的 火車 歷史也不斷改變 原來自從高鐵開了之後 雖然高鐵不是很生性 之前 我不知道 我想現在多了人回答 我看過那些朋友 但是你問是不是 達到了 那時候的 預計 每一天 每天都有八九晚呢 我就覺得應該不可能 但是 很多人回答了 但是那裏多人回答了 就變成這個九廣鐵路 跌到一半都不夠 只剩下幾千人一天 加上現在國家海關總署 立即關閉了四個站 其實之前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 突然間就 上面關閉了我們就收皮 真是 真是我們偉大 共產主義國家 很有效率 我沒有聽過 那是不是沒有好處呢 我就不要跟 但是似乎有些好處 第一 起碼沒有動的那輛車 我們的冬鐵要讓站 給他埋站 上客 下客 似乎現在 西塞的冬鐵 甚至乎是西鐵 是不是那裏西鐵 都可能會鬆動一點的 因為月台 多了空間 第二 整個紅磡站 我不知道是大裝修還是rebuild 因為 他都壓了一些 我沒有回答過的 原來又有 出入境關口 設施 海關 又有預留的 除去埋站 又有擺車 維修車道 整個紅磡火車站可能會有大改變 沒有辦法 如果113年前 就算是1911年 1911年 新海革命 又沒有一些 又不關事 又不是1949 1911年 真是很sign 他見證是香港 由漁川 變成 國際刀匯 扭龍港 再 變成 回歸祖國 歷史任務 沒有東西看 沒東西看就說不定 之前很精彩 歷史如港 變成什麼四小龍 金融都市 扭龍港 很多東西看 其實這個位置剩下 布農館也很像大 我想他不會 現在不要了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劈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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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周恆彤說有新聞 《入品司法覆核》 為什麼呢 我長話短說 因為今年 陳教處 2、3月的時候 拒絕他媽媽 傳入四本書給他看 這四本書是什麼書呢 包括這個 《人民不會忘記》 《八九文文實錄》 《弟弟》 《大江東去師徒說回憶錄》 《敲宗者言》 《朱耀明》 《牧師回憶錄》 他分開兩次 這兩本 鑑你 下兩本鑑你 我就不用說了 他根據監獄規則第56c 和《五十六醫條》 所拒絕他媽媽 即是入書給他看 《五十六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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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質是便利在監獄內賭博》 肯定不是啦 無論你沒理由拿著 《大江東去師徒說回憶錄》 或在其他方面 不利於獄中任何囚犯改過自身 及《性質是對任何個人的人生安全或對監獄的保安 秩序和紀錄 造成這個威脅 很清楚 如果 他按照這條條例 強行說 他看這些書 就會影響到 他改過自身 但是是不是 其實我就真的 很簡單 如果這些書是那麼壞的 他就禁書 禁書 他又不是禁書 香港書是可以賣的 我只是在這 我覺得 監獄裏面有他的 監獄裏面 有他的 人權 就算是囚犯 他在外面可以賣的書 又有何不可呢 《龍應台》 說真的 為何過不了你們 我真的不明白 《龍應台》 我們叫做《龍應台》 《龍應台》 我真的不明白 因為自己人 不是他不想認識 這幾本書我告訴你 我隨時不知道 我隨時不知道 大陸圖書館也可能有 除了那本《八九文文十六》之外 你看看這個司法覆核 周恆彤就一定會司法覆核 以他來說 我之前說過 內地客購物 真的是香港的 免稅額提升到12000元 連著免稅 碰到3000元的購物 額 真的有15000元 其實 永遠都沒有說 有的好過沒有 其實幫到香港多少呢 我想一下實際 現在這些人下來 我看到他們的款式 1500元他也不可以洗到 15000元 八萬元 喂 你給15000元購物額 他們 反而 你好像以前那樣 眼開眼閉 其實也有限額 但基本上 不理會 以前 這樣就真的可能吸引到 有些 真的很有經濟實力 又想來香港走走走 因為其實上面有很多東西買的 這樣也算是好一點 現在你說 給15000元 我真的不知道幫到多少 給15000元就算好了 你知道多給一些上面的人就吵了 深圳爭的嘛 現在不是說什麼外匯 不是說怕樓室外匯 是真的跟別人爭的 別人也想起來 他應該現在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數據 海南多的生意額都應該遠遠未及香港 但是人家是不斷上 我們是不斷下的 黃金交叉怎麼都快來的 這裏好笑的 的士車道裏面 言論作風進取 其實是有多進取呢 香港的士小巴商 總會前美市長周國強有大的申請 但是就落空 他說已經覺得最好落選沒辦法 我只是看到他這裏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 有一點失落 已經做到最好落選沒辦法 不過 他之前已經做足準備 跑步也有機會跌倒 最重要是自己起身 他說 他 未來 雖然拿不到政府的資助 這次車隊 因為拿不到牌子 但是未來也會申請 其他不同的資助 希望可以讓車隊繼續運輸下去 他說 他希望已經表明想加入他車隊的司機 車主可以放心 車隊我會繼續做 會努力地做好他 之後再開放車隊申請 會再投標 我可以在這裏看 我奇心怪 他現在拿不到牌子 但是說會仍然從其他渠道 去申請 一些不同的資助 可以讓車隊繼續營運下去 也都希望 之前答應了加入他車隊 的司機 車主可以放心 他會繼續努力地做好 繼續做 原來真的不用拿牌子 做個車隊 他這個應該是 你自己做應該不可以的 我也覺得不用拿牌子也行 如果不用拿牌子也行 拿牌子有什麼好處 是這樣的意思 他又說可以拿到其他資助 我也拚了頭 我拿牌子也要給你監管 就算 如果現在我拿不到牌子 但我有車隊 例如下旗車隊 這樣就算了 其實一樣要有 因為他已經準備好了政府要求的東西 新車 GPS 網約 電腦約 Apps 約 都已經準備好了 客人一樣可以給分額 生意也未必少 我為甚麼要給牌費 我也不知道 可能那個 資助很多 只能這樣說 可能有政府認證的人會放心一點 不知道 另外 五個車隊裡面 其中 新科車隊的營運經理的黃大海 名字也好氣勢 他說車隊有1000架的士服務 記者翻查新科董事的名單 當中胡建平有一個董事 原來是大陸彭程出租的法人代表 另一個董事李健鋒 也曾經代表深圳市新樂小汽車出租公司 或者出現在深圳市計程車業 百名優秀駕駛員的名單 那我就不會 陰謀論 是否連的士都要這樣來驗紅 那你有些背景是比較好 但是很容易 會有別人令我們有這樣的感覺 還有 深圳的士是否很服務 我們要學習 還是真的我不知道 可能我們真的是香港學校的 也很難說 真的很難說 沒有答 沒有答 我只是深圳的士 我以前的經驗 多年前 我問題沒問題沒問題 我問題沒問題 上去去到路 上去到路 然後他就說 這裡下 我買車 的士也試過 一樣是這樣的 他免得路上去 休息了